刚刚我们看完了新竹的凤梨冰 接着我们带你到台北市东区的216项 在这里可以说是台北粉园冰的一级战区 其中有一家老店 30年前就已经在巷口摆摊 算是东区的第一家粉园冰 后来这个老板因为家庭因素忍痛结束了营业 不过现在他卷土重来 选在巷弄内另辟战场 而店里头的红芯粉园跟配料 依旧维持传统的手工制作 虽然粉园冰龙头的位置 已经拱手让人 不过他说只要客人吃得到他的用心 谁是第一名又有什么重要呢 热到发晕的天气 从地板到看板都是烫的 如果这个时候来一碗冰凉的粉园冰呢 二十几种配料 多到顾客必须思考很久 才能决定要吃哪一种 然后豆花 豆花花又在等 那没关系啊 它就软豆 然后 其实我们不可以说 大部分都知道是东西的 对 但是问题是有一次 我在网络上看到有来介绍这一条 钻进来之后就去吃外面 它切回去的外面好吃 当然了 Q弹有嚼劲的纯手工红芯粉园 三十年前就开始在台北东区 二一六享热卖 当时是一个流动摊贩 排队人潮已经造成交通堵塞 这段粉园传奇 许多顾客还隐约记得 后来警察上门取缔 儿子的身体也出现问题 老板瞻登祥 只好忍痛结束营业 黯然离开东区 没想到当时摊贩旁边的水果店 适适转卖粉园承接生意 他知道我已经改途 不做这个 他就拿出来卖 人家会问他 我这个粉园跑去哪里 他想你们要吃 我就吃出来卖 刚开始人家说 奇怪粉园这么有名 怎么不是很好吃 那好啊 你这样讲了 我就拿二十几种料了 吃出来卖给你们吃 其实我就是 要是认真讲 我继续做的话 是不是会坐死我们而已 为什么呢 因为讲这样 东区粉园 老板真的有生意多了 他才有办法发扬光大 他有继续做下去 那课也没有散掉 所以十年后我回来做 我有生意可以做 所以说他感谢 我要感谢他 讲实在 他赚大钱 我赚小钱 我有饭吃 真的不骗你 因为我们不要羡慕人家 他赚大钱 真的他有那个基因 谈起拼出来的粉园招牌口碑 拱手让人的过往 沾灯祥云淡风轻 也特别感谢后来的店家 成功留住人潮 让他多年后卷土重来 还能继续在二一六项立足 谢谢 你看我们手工做的 你看大小会不一样 一般外边继续做的 每一棵都一样大 那你看我们这大小 有大有小超很多 你看 那我们就是 因为手在控制 每一般都一样大 所以一般 这些传统就是这样做法 即使停业多年 沾灯祥重启炉灶 每道工序 还是按照过去规矩 粉园一定用筛子 手工摇制 我每天 大概花四个小时 四个小时 晚上 晚上回去 就做粉园 大概四个小时 用手工做 还是夏天的话 就要做两次 这个烹煮 就要烹 给它动一动 一般都会连在一起 就顺手中 再来绿手中 这样再配合 连在一起 会直接整罐 红星粉园的传统制法 是向新竹的老师傅学的 沾灯祥原本在新竹城隍庙 卖鱿鱼羹 饿不死也吃不饱 后来看到粉园摊位的生意特别好 他干脆向即将退休的老师傅 拜师学艺 传承纯正的古早味 我听到我们要做 他很高兴 因为他阿尼都不做这个 钱这个东西是小东西 他这样在推了一天 卖个几百块而已 他所有的 像这个东西也是 他留给我的 这个都是 那这个古董 这个讲师 这跟他几十年 到现在都不会坏 因为这下面不修钢 后来我也想要再去做这种 没有再做 其实像这个以前我们都没有 我最知道以前就卖粉园 那时候路边摊在推的嘛 绿豆 大红豆 小红豆 这个果酱 以前就这样而已 最知道那个时候卖都卖粉园 所以粉园可以卖 半个钟头卖一桶 有时候没有料可以卖 各式配料把餐台摆得满满的 最开始有些厂商为了不得罪名店 不敢把材料卖给瞻灯翔 他只好自己动手做 没想到做着做着竟然做出特色 手工配料的口感果然不一样 供应厂商 听到我这边卖他不敢卖给我 他想他是大主顾 一个一个 后来好好自己信 结果他去我生意不是很好 买很多就 一时候拿到隔夜的给用 回来一煮会酸掉 那不行 后来我说 干脆自己做 这一眼地关也 可是我们自己做的 汤圆也是 这汤圆就我们传统手 纯粹的汤圆 自己做的要自己摇摇 要像阿嬷这样做 回到30年前发迹的匪名名相 詹登祥说 当老二也没什么不好 只要旧与新知 吃得到手工的用心 吃得出独特的风味 正不正宗 创不创始 有什么重要 台中的传统市场里 有年纪超过60岁的三姐妹 一起卖着上海小菜跟热炒 这现煮现卖的好味道 客人都说口味 绝对不输给台北南门市场的名店 另外 棕破腮等级的鸡肉饭 肉嫩多汁 那么还撒上了现炸的油葱酥 美味更上一层楼 也是嘉宜在地人才会吃的鸡肉饭 精彩内容不要走开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